中国试验室泄露论极不可能的结论 已经清楚地记录在世卫组织联合考察组的研究报告中 这是权威的、正式的、科学的结论 联合考察组国际专家多次在不同场合 对中方的开放透明态度给予积极评价 然而美国一些人全然无视事实和科学 全然不顾自身溯源的诸多疑点和抗议失利的惨痛事实 反复鼓噪要对中国进行再调查 这充分说明美方根本不在乎事实和真相 也没有兴趣进行严肃的科学溯源 而是想借疫情搞污名化和政治操弄 甩锅推责 这是对科学的不尊重 对人民生命的不负责 更是对全球团结抗疫努力的破坏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数 分别超过3300万和60万 位居全球首位 美国不深刻反思 反而企图甩锅中国 我想问一问 他们居心何在 良心何安 我还想强调 德特里克堡基地 疑云重重 美国还有200多个生物试验室 散布全球 这里面究竟藏着多少秘密 2019年7月 弗吉尼亚州北部 出现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 威斯康星州大规模爆发电子炎疾病 这又有什么引擎 美方何时向国际社会 公布相关病例的详细数据和信息 美方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美方口口声声 要中国参与全面透明 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 那就请美方 也能像中国一样 本着科学的态度 立即同世卫组织 开展溯源研究合作 对美国进行全面透明 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 充分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 更好的应对未来突发卫生事件 做出积极的贡献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